對 養兵也ok 對不對 可是問題是我覺得比較噁心 關懷基金會 一路一復要做善失的樣子 還是說他這錢進來 如果有百分之一 十分之一 他稍微關懷一下 他會覺得我的確有做 我的確做慈善 他的主管機關 應該看起來是衛福部 或是什麼的 主管就要去查 他的使用項目有沒有符合 對不對 你如果使用項目不符合的話 因為如果是教育經濟會 他主管就要去教育部 就是要去查 對不對 你使用項目有沒有符合 你沒有符合的話 那不好意思 你根本就在關懷自己選情 然後做一大堆自己的民調 然後養一大堆科加軍 我跟你講百分之百嘛 還是說郭董 宣董可以大力支持他 捐款給他 郭董 宣董為什麼要支持他 支持高和安就好 支持他幹嘛 不是有菲律大聯盟對不對 不是 菲律大聯盟是你柯文哲來跟我配合 不是我們來挺你 是喔 時代不一樣 時代不一樣 現在跟2020年柯文哲不一樣 2020年柯文哲是有政治行情的 現在柯文哲是沒有政治行情的 那你剛剛說那個李靜寅 他可以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李靜寅狀況是這樣 因為李靜寅我認為 因為朱立倫我相信 他希望在2024年的過程中 跟郭台銘維持一定的良好關係 不管是說跟郭台銘來服選 不管是說來抖內 或說不管是說郭台銘如果參選的話 看怎麼合作 我認為對於藍營的人來說 不可能想跟郭台銘打壞關係 那在不可能想要打壞關係的前例之下 當然你遞出一個橄欖枝 可是遞橄欖枝的過程中 不會那麼漏麻嘛 對不對 所以不可能朱立倫打過去跟郭台銘講 欸郭董啊這個多巴麻太漏麻嘛 你先第一個橄欖枝 李靜寅這邊過去 喔代表說 欸我不管李靜寅過去 跟你怎樣現在怎麼樣 那很清楚嘛 大家覺得他跟你有關聯嘛 為什麼讓你去李靜寅這一件事 第二件事情我覺得朱立倫 對於整個新竹也切心了嘛 喔 新竹所有人對不對 說說叛逃就叛逃啊 會從議長到副議長下面議員 說不甩朱立倫就不甩朱立倫啊 所以朱立倫對新竹也切心嘛 那我現在需要一個施黨部朱立 難不成再找許修睿回來 我再找許修睿回來 不是丟我的臉嗎 打我的臉嗎 所以找李靜寅來嘛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 當然剛剛也有人講到 如果高鴻安不信 這個這個這個被抓走之後 要補選 你要先布局嘛 朱立倫你會提林克人嗎 不可能嗎 許修睿嗎 不可能嗎 還是副議長不可能嗎 那李靜寅算是個活旗喔 李靜寅這個活旗是什麼 因為朱立倫發現 新竹打郭董牌好像有用喔 對不對 那郭董牌 高鴻安可以打 為什麼不能叫李靜寅打 這也是一個味道 年輕嘛對不對 也是個味道 學歷也不錯啊 你看台大碩士什麼的嘛 所以我覺得他有很多種考量啦 綜合考量做出這樣的決定 其實坦白說不意外 是 美美姐 所以我們看到 柯文哲這樣的一個基金會 顯然可以玩的空間很大嗎 我們講關懷什麼 關懷柯文哲的錢袋子吧 關懷這個基金會要募款嘛 我先講一段 他那個2017年就是上綠色和平電台 接受陳雨昕訪問的時候他的名言 他說齁 我相信台灣的政治人物沒有基金會 只有我一個 這表示什麼 沒有另外的基礎啦 其他的政治人物嘴的點點啦 沒有人跟我拚這點喔 他說我也想要捨基金會啊 但是捨了做事情就不會衰退 現在呢 現在有什麼要選 很簡單 因為沒有市政府的資源了嘛 他必須要有基金會嘛 不管說他將來他要拼他的這個總統大夢 或者說未來鋪什麼一些路 沒有錢 怎麼辦事情喔 這第一點 第一點喔 我必須要講喔 柯文哲其實他是代價而過喔 不要忘記柯文哲講過什麼 因為他過去有講 他說我不選總統才是新聞呢 但是他更講過 他說喔 選總統也可以啊 副總統也可以啊 行政院長也可以 他知道他什麼 他城市不足 但是他敗事猶豫 他認為他是關鍵少數 有籌碼 有籌碼 因為無論再怎麼樣 他的民調再怎麼走 年輕人本來就有一些磕粉 還有一些討厭藍綠的 這個大概都有一成以上 好 你藍跟綠 你誰想要贏 特別是藍的 你要不來跟我合作 所以我可以代價而估嘛 所以民眾黨對他而言 是一個非常好的 聽好工具 他不是愛借動啦 他不是有什麼政治理念啊 但是就像他用人一樣 用民眾黨也是個工具 又有個黨 我才能過5%的門檻 我才能夠政黨補助款 我才能有個黨的身份 來提高我自己的籌碼 好 這邊我們就來看 各黨的盤算什麼 特別是朱立倫 朱立倫第一時間他說什麼 你還記不記得1126勝雪橫 他說這個是非綠陣營的勝利 第一時間他就講非綠喔 雖然心中有一個非綠大聯盟的盤算 他只好如果單看一個藍營的盤 恐怕贏不了民進黨 那麼上禮拜我有講過 就說大家可以有想像是什麼 如果郭台銘朱立倫加上柯文哲 有沒有可能 大家來想一想 大概可能一般會想說 那有可能的事情侯友宜 好 侯友宜目前看起來民調很高對不對 但是各位侯友宜有兩大咒門嘛 我們一講再講 第一個正當性會不足嘛 如果明年國民黨 就算是4月初選 請問他幾月要開始起跑 還記得2018年嗎 韓國瑜也是在他大勝以後的 這個時候 開始就有人講說 韓國瑜出來選總統 結果你會記得嗎 第二年弄得灰頭土臉 到時候他被動參選的樣子 結果就一塌糊塗嘛 那好 你侯友宜難道能夠破 韓國瑜的這個魔咒嗎 你不會有正當性的問題 更要命的一點是什麼 更要命一點 他是空心大勞官啊 我常常講 韓國瑜最有名的計劃 叫做什麼你知道嗎 高雄發大財 現在侯友宜最有名的計劃 叫做什麼 好好做事 這是好好做事 結果你剛剛 問他這個兵儀延期的問題 侯友宜的反應是什麼 我講給各位聽 各位想 這個有沒有廢話 他說 我們要的就是要和平穩定 誰不要和平穩定 再來呢 政策跟路線呢 要正本清援 他說什麼 空話 因為他真的是沒有準備 這方面是空的 我請問你 人民台灣選民 選地方縣市首長 跟選總統的要求會一樣嗎 這個都要見真章的 所以朱立倫在觀望 朱立倫要以時間換取空間 你看看朱立倫 單單兵儀延長的時候 國民黨中央講話是有模有樣的喔 就交流代替什麼 對抗對不對 然後又說什麼2D戰略 有的沒有一個大堆 什麼兵儀內容要改進啊 這個薪資應該提升加碼 其實民進黨這些都是方向一樣 但是他表現出一種我支持 但是我好像想的更多 我還有一個對話的想像空間 好像國民黨比較厲害這樣 好這裡面累積他做一個 國家領導人 在人民心中的印象 朱立倫本來民調 其實跌到趴在地上了 可是1126大選完 他上來了一些 雖然你侯友宜一段距離 但是他有主場規則 他是黨中央 他有話語權 這裡面他可不可以累積 也許第一他倒數一搏的實力 如果不能一搏的時候 郭台銘是不是很好的活氣 郭台銘有什麼好的活氣 第一 國民黨內沒有人會得罪郭台銘 因為是個大金主 包括趙少康最近這樣講講講 很多人在推測 趙少康會不會是在幫郭台銘敲編故 第二請注意看 劉宥彤被換下來對不對 你們知道誰接位子嗎 有一位非常精通政治行銷的 現在接上這個位子 那郭台銘其實是這樣 我贏贏啊來嘛 他上次經驗是 我越動我越死 那我現在我不動啊 我就偶爾發個炮啊 我表示在一個高位啊 如果我聲望不墜 然後呢 侯友宜看起來不太行的樣子 如果這個時候 朱立倫也看自己不行的話 可不可以找郭台銘來談 好 找了郭台銘如果願意的話 各位你就想像一個圖筆 郭台銘選 如果搭配柯文哲呢 柯文哲本來大家會想說 民眾黨主席耶 這樣子的話 第一他怎麼募款 副總統怎麼募款 但是不要忘記郭台銘有錢 第二大家會想說 嗯可是呢 那他要不要各區要提立委提名啊 那國民黨不會讓啊 我再講一次 對柯文哲來講 民眾黨只是個工具啦 不重要啦 他柯文哲會來 關鍵破壞力量 對破壞力量 他的代價而估才重要 因為他把別人把黨都是當工具 因此這裡面就有點想像 這就是為什麼李靜穎來 從小地方來看 一個活旗 朱立倫佈置一個青年才俊過來 不只地方黨部掌握得住 包括將來搞不好縣市長的補選 包括將來立委是活旗 但是只看這個太小了 他是一個最好的觸媒 因爲什麼 他剛好在朱立倫 郭台銘 李靜穎當過郭台銘的政策主任 又當過柯文哲的市長辦公室主任研究員 三方交集 所以這會不會是一個很好的橋梁 進可攻退可守 因此 這種非綠結盟 是可以想像的 而朱立倫的野心 你看得出來 不管他自己做那個王 還是造王者 對2024自在必得 算盤撥得金 所有可能最有利於 國民黨取勝的組合 都是可以想像的 來 蔻姐 所以從高宏安到柯文哲 再到剛剛梅梅姐所講的 2024的這一盤 所謂的藍白的非綠大聯盟 難道是朱立倫在玩這盤棋嗎 因為在新竹 它不是所謂的非綠大聯盟而已 其實它是一個反綠大聯盟 在新竹充分地展現出來了 因此重新複製這樣的一個場域 應該是可能的 可是這個非綠大聯盟 涉及到了總統的選舉 我覺得應該是非常困難的 因為每一個人都有他的 郭台銘 朱立倫跟柯文哲 都有個人的自己的目標 跟他自己的動機跟期待 如果要找到平衡點的話 應該還蠻困難的 唯一的就是柯文哲有門票 朱立倫也有門票 國民黨門票 只是郭台銘沒有門票 所以郭台銘他如果真的要選的話 他當然要等別人給他門票 或是他去付出一些交換這個門票 那這個中間的過程裡面 就是非常複雜的 你知道郭台銘先生是一個 非常非常經典的生意人 這生意人對要換一個東西的時候 要付出多少的代價來換回來 他們有一個生物的本能 你知道那個生物的本能 對那個生物的本能 通常會把一些政治的目標 跟政治的長遠的這個回饋 會把它忘記了 會把它淡化了 然後會讓一切都消失 所以我不太認為什麼郭柯朱 會那麼圓滿的 大家就組合在一起了 這個鄭的那個副的 然後我就要給你做這個院長 不可能的啦 選舉根本第一組人選沒有來 將來能不能夠做隔魁或是怎樣 那個今天這個明天都出於15 月亮都不一樣了 所以我不太認為 我覺得他們現在都是走一步算一步 因為現在看起來 每個地方的政治人物坐上去了 似乎好像都有模有樣 但是每一個人都坐在冰山上耶 這個謝國良的勾勾勾如果 如果你這個一年內不完成的話 搞不好基隆也能把你罷免掉了 然後勾勾勾勾根本就看起來 一年內根本沒有辦法實踐嘛 更別講那個交通 你怎麼去跟交通部 或者這個新北市台北市 把那個林又昌時代所做的好的政績給延續 我們基隆人看到林又昌這麼優秀的八年政績 如果經過半年 經過一年才發現 原來都是舊的市政的圖畫 或者是我們所看到的一個舊的成績 沒有新的進展的話 這個相對的比較落差是很大的 也真是基隆 那台北 蔣文安的1500塊錢 台北的現在的財政是非常的優秀的 有柯文哲在那邊吹牛的500億之外 他自己還有很好的舉債空間 然後他自己還有很好的預算的分配 所以1500塊沒有什麼 這1500塊對台北的長者而言 但是他應該拿到的 那個時候本來是有人以為要加碼的 那時候陳時中也是要1500塊 那柯文哲只是在那邊假哀嚎而已 那可是蔣文安發完這1500塊之後 你要面對的還是 你的人事布局到底如何 你怎麼展現出一個 不是一個被保姆這個 喂這個營養品 然後被這個管家李四川給主導 他上任的最麻煩的一件事情 就是他一上任 結果居然是李四川下令 什麼大巨蛋 外面這個圍籬要王后 看起來我那天一看新聞 以為台北市長是李四川 感覺到好像蔣文安是那個 蔣文安是被他伴陪的公子一樣 這個形象如果繼續下去的話 我們臺北市民會錯亂 那高核安更別講了 你很快的啦 大概一個月他就會跟那個市議員炒翻了 那個因為這個錢根本沒有辦法拿到 你說宣董跟郭董是有錢 但是他們不可能拿出來 法律上規範也不可能由他們兩個人去捐來 給新竹市政府那你 高核安如果沒有辦法完成的話 那你再加上你的司法控訴的案子 可能在年後或是年前 我懷疑我們的地檢署相關的檢調單位 他們現在只是安兵不動風雨前的寧靜而已 他們在等什麼 他們應該在等適當時機 在等適當時機 我猜啦 不可能這麼放手 讓高核安這件事情混過去 那高核安本人所說的那個很好笑的是說 立法院要改這個考勤制度跟助理的廢的制度 好好笑喔 他的意思就是我有犯罪 因為他有犯罪嘛 因為你制度造成的 對 是制度造成的 但是制度是在你進去的時候 宣誓的時候所遵行的 所以高核安已經承認自己貪污了 他實在蠻有好心的 他的意思就是說 防止以後的所有的立委會犯罪 所以呢 讓立法院罪好有聖人之心 至於那個陳婉惠 我覺得他是不是串供啊 所以這一點看起來民眾黨 現在各個地方都出現了 這個黨的主席一下台之後 四分五裂的狀況 至於柯文哲 我真的對他只有一句話就是 好淺薄 好幼稚 好沒有遠見 我以為他會成立一個智庫 他第一件事情做的應該是怎麼樣讓大家看到 他有總統的政策的規劃 他有總統的領導力 他有總統的眼界 他有總統的團隊啊 以前小英是先成立小英基金會 對不對 然後小英基金會裡面有各個不同的部門 你記得那個林權那時候做院長 一開始要去參與什麼國際組織啊什麼 他們在智庫的時候就做了非常多準備 所以柯文哲真的是 他不是玩真的吧 一開始就成立一個眾望關懷基金會 錢比較重要啦 他要傳教了 信望愛啊 他連這個名字取的都沒有那麼的國際化 對不對 要不然你就成立柯文哲資友會 這個世界柯文哲大會 然後成立一個智庫 然後把你的人才全部都列出來 這樣我還佩服你 我覺得柯文哲大概已經完了 他連第一步都走出來 也只是一個小的基金會 感覺到他還要去選這個林長的樣子 或者是選一個地方的首長 實在太奇怪了 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倒覺得民進黨在兵役的政策的公布之後 那個味道還在起來啦 所以看看這些七零八落的這些政治人物 我還是要呼籲民進黨當局 快快的把你的檢討報告來這個 好好的來改進執行 這是有希望的 好 國民黨在地方選舉大勝 但是不斷的傳出當選的議員涉嫌會選 那被這個檢調提起當選無效之數 其中呢 國民黨中常委蕭景田涉及 台北市新科議員林信兒裝繳的買票案 然後呢 這個士林地檢署呢 就懷疑這個錢呢 是由蕭景田出資 然後所以將他列為被告 但是呢 屢傳不到 所以昨天對蕭景田正式發布通緝 然後呢 傳出國民黨上下都找不到蕭景田 然後這個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他說什麼 打手機 手機的關機 助力也找不到人 幾乎神隱 地方相信是不信啦 蕭會搞神秘 而且猜測呢 可能是已經出國了 先講瑞德哥 到底怎麼回事 蕭景田也算是有頭有臉的人 難道是在畏罪潛逃嗎 對 沒有錯 那麼因為蕭景田 大家對蕭景田比較熟悉是他涉及 那麼1984年的這個台中警員羅力博的相關的這個殺警棄屍案 當時呢 蕭景田一直強調 殺這個羅力博警員的呢 是另外兩位他的同伙 那他是負責開車 所以呢 雖然槍擊案發生在他的車子裡面 但是呢 殺人了以後 那麼他載著這個嫌犯跟這個屍體呢 載到這個彰化的分源鄉啊 把這個警察的屍體呢 棄屍了以後呢 那就潛逃 所以呢 他後來並沒有 因為開槍殺警方的殺人案呢 被判 他的這個同伙兩個被判無期徒刑啊 他被判兩年四個月的徒刑 然後服刑期滿出來以後 他就介入選舉 我對這件事情覺得有點突兀 因為蕭景田他花了幾十年的時間想要洗白 他花了幾十年的時間 他還為了這個出了一本書喔 出了那個書名叫厚道 就是你做人要厚道那個厚道 那他這個人是看到人家就笑笑的 笑笑的這樣子喔 所以他不斷地想盡辦法要漂白 然後他後來 因為那時候他是在這個 等於說 彰化社頭鄉民代表會主席的任內 去發生的這個所謂的殺警的棄屍案嘛 後來也去關了 關回來以後 去選舉 選了以後你看 他當議員的第一年就當上了副議長 然後連選連任 連選連任這樣子 那他有一度想要去選彰化縣長 不過在初選的地方呢 敗給了這個卓博元 他為了這些事情耿耿於懷啊 不過後來協調了以後呢 去選立法委員也當選 當時彰化四席都是國民黨當選啊 那所以照理來講 雖然後來啊 後來在提名的時候呢 敗給了民進黨的候選人 不過他 你看他現在是中國國民黨的 彰化縣的這個黨部主委 對 又是公共國民黨的中常委 對 然後呢 他卻為了這樣的 他在彰化也好 還在北投也好 北投最豪華的溫泉旅社就他蓋了 對 所以你就知道 他照理來講事業有成 然後呢 還是跟他淵源最深的就是農會系統 雖然農會系統跟一個中部地區的一個農會系統的一個 相關的一個政治人物呢 也非常 交情非常的好 照理來說他不需要去捲入這樣的一個事情啊 對 那當然啦 林靜兒也就中國國民黨 這次在士林北投當選的這個議員 當選人 林靜兒 他是用證人的身份 那麼有檢驗單位請去問啊 那目前為止呢 那麼確實掌握了國民黨在士林北投的一個幹部 認為他可能有會選的這個嫌疑啊 然後找了很多的那個里長 找了很多人去就對了 就沒想到砰的出來一聲啊 林靜兒反而只是證人 蕭景田成了被告 那蕭景田之所以會被通緝 士林地檢署昨天把他通緝的原因是因為 那麼因為他履傳不到都找不到人 而且聽說彰化縣的黨部也聯絡不到他 也沒有看到他也聯絡不到他 那如果真的是像現在媒體這樣子都找不到的人 還有地方人士都已經傳出來說 如果按照這樣子會不會有機會 會不會有那個機會說人已經不在台灣了 我覺得如果因為撿進去這個案子 然後蕭景田就離開台灣被通緝這樣子 那我真的覺得在這幾十年來以後 他的這個漂白了 還要想盡辦法 想要所謂的浪子回頭的這個奴隸 全部都白費了 我還是奉勸蕭景田啊 因為呢你自己現在有錢有勢有地位 又是國民黨中常委地方又那麼深 你看兩三個禮拜前朱立倫才去找過他嘛 所以呢那麼既然這樣子 不要為了這樣的一個事情 沒有 你也要勇於出來一個面對 沒有還你清白 有的話你就勇於面對 不能用這樣的一個方式 為什麼呢 因為你用這樣的方式一去面對的話呢 講坦白的啦 過去你一直耿耿於懷 說人家用沙井愛來抹黑你 用這個黑道來抹黑你 那你現在又捲入這個會選疑云 你要避不見面 避不見面 只會讓人家越想說 連想說那你是不是心裡有鬼 所以你避不見面嘛 勇於面對才是解決這件事情最好的辦法 那可是國民黨必須要做好心裡準備 也就是說不能再說什麼 不能再去說那種官話 或者是說像朱立倫最喜歡講的 我們尊重司法 但是又來一個什麼政治追殺司法的什麼 又來又來這個東西了對不對 尊重司法就看檢調怎麼辦 檢調在這陣子辦的可不只辦那個國民黨的 民進黨也有沒人丟掉啊 所以呢 蕭景田應該勇於出面 面對司法到底怎麼回事 說清楚講明白 是的確蕭景田 雖然說他的殺警案是很久以前了 那這幾年也的確啊 積極的在這個改變形象 那也算是事業有成 也的確是私動什麼酒店飯店的大老闆董事長 那到底有什麼理由 是不能夠出面來應訊說明 來正好 這讓人家起人疑鬥嘛 已經算是這個有頭有臉 已經算是事業非常有成了 那為什麼面對一個可能只是一個買票會選的一個情形 這樣子要畏罪潛逃嗎 我覺得這件事情坦白講我覺得有點離譜了 因為我不要說只有國民黨會買票或什麼 就是這一次地檢署到目前為止有106位被地檢署提起當選無效 那當然這106位不是最後都會被判刑 可是至少目前地檢署106位 一位就大家都認識苗栗縣的中東景嘛對不對 另外呢縣市議員是16位 鄉政市長是10位 後面一些代表啊 里長我不談 其實這個縣市議員喔 其實民進黨也有對不對 民進黨也有 我必須要講兩黨都有 可是從來沒有看到那麼誇張 就是說有人跑路的 那跑路我覺得這件事情就是你連喊冤都沒有得喊冤 你至少來面對司法嘛對不對 確實小景田這一個禮拜都沒有到黨部 地方的行程也都沒出現 然後打電話也沒接 助理也聯絡不到小景田 他說可是小景田大哥大風大浪見過 這小案子啊 對啊 沒必要跑路啊 是啊 因為這案子其實不大 因為林姓兒其實一直都是小景田挺的 因為小景田在市里面 在地有個大的那種溫泉旅店 然後小景田跟那種四北商圈也非常非常好 所以他一直希望挺一個自己人出來 那林姓兒呢其實上次就是2018年 就是跟那個黃紫哲 好爭 把紫哲幹掉 那林姓兒自己沒上 這一次又是他們兩個爭 林姓兒又把黃紫哲幹掉 那林姓兒上 那紫哲氣噗噗嘛 還公開說吧 有人初選作弊嘛對不對 偷簽電話線嘛對不對 這就是林姓兒 好 那林姓兒背後呢 本來就有小景田挺 那本來就有小景田挺的過程中 其實他的執行長叫曾帆川 這也是個老國民黨 用一萬塊錢去跟一個里長講說 請里長幫忙動員投票給林姓 他會講不是很大的案子 而且如果這案子切到曾帆川 應該就OK 可是小景田要避不見面 我認為只有兩種合理的可能嘛 一種是其他沒有避不見面 他可能剛好出國玩 沒聯絡上這一種 因為背後有更大案嘛 你懂為什麼就是以小景田 剛剛瑞德哥講嘛 他是全台灣第一個 殺警埋屍案的購犯 他說警察不是他殺 他負責把風的 判兩年購犯 他是大風大浪過來的人 你怎麼會因為一個 莊角買票一萬塊的跑路 不合理嘛 除非他是認知到後面有更大案子 檢方只是拿著釣魚 我用這個小 所以你意思是在心虛嗎 合理啊 是不是 不然為什麼一萬塊錢沒什麼 這樣不需要跑嘛對不對 對啊一萬塊錢不用跑嘛對不對 不是很大的案子 而且他不是林希兒 林希兒都沒跑 他跑什麼 你懂為什麼 所以說這一次 可是他覺得愧對朱立倫 他跟朱立倫 他跟朱立倫感情還好 沒有愧對的問題 沒有這樣子 他跟朱立倫感情一般般 排黑比民進黨更嚴格 結果出事了 他可能不想造成朱立倫的麻煩 這樣子 可是現在造成麻煩了 你看大家就去問王鴻威 去問朱立倫 你所謂排黑 你嗆明進黨嗆很大聲 你自己國民進黨怎麼搞 還是麻煩到了嘛 所以我覺得看不懂 真的看不懂 不太可能 因為小景田是大哥啦 不太可能因為這一萬塊 所以我認為 剪掉應該有掌握後面的東西 先拿這個線頭 去害怕小景田 那小景田大概也知道 如果傻傻頭 後面大案子就丟出來 可能直接收牙 所以小景田可能因為這樣 所以往外面跑 所以我們還持續靜待 因為我們現在都嘴巴半案 除非心虛嘛 因為這個小景田 現年68歲 擔任過彰化縣的立委 副議長 還有鄉長等等 地方的政治實力 非常的雄厚 那也這個經營餐廳 飯店等事業 在北投彰化 都有投資高檔的飯店 他還是 這個現任的北投一家 這個溫泉酒店的董事長 也是這個觀光旅館商業 同會工會的常務理事 這麼樣有頭有臉 這個這麼有事業的人 來玩 怎麼會突然消失呢 只是因為一個 所謂的會選買票的案件嗎 我覺得小景田真的很厲害 他真正的政治的地盤區 明明是在彰化 然後他做生意的所在 是北投這個區域 成立一個溫泉飯店 還可以廣結這麼多人脈 那當然其中方式 可能有把一些 彰化的一些模式 勝利方程是搬來 這個北投這邊 或許也不一定 因為一般而言 就我印象所及 台灣的這種地方選舉的話 在台北 有抓會選 然後被起訴的案例 在台北市 其實不多 其實大部分 都是非台北市地區的部分 所以這種手法 在地方的話 也不太常見 為什麼 如果以地方來說的話 一般里長的行情 一萬塊會走 在我們地方里長的行情 少說他看大小的 少的三十 多的五十 這種少 這是三十五十 還好而已 這是純的工作費 動員活動 參加他的競選總部 等等 一定要買個便當 現在台北市的便當 你這一萬塊 能夠找幾個人 老實講 而且你要動員人 還有車馬費 多少補一個優勢 台北市成本比較高 因為圈台最高的 對 台北成本這麼高 怎麼可能一萬 所以我是覺得 剛剛那個 真浩有講 沒有錯 其實我覺得這個案件 其實很難構成 所謂的會選 因為一般而言 在組 譬如講辦一個活動 組個米粉炒 雞蛋湯 這是在檢方當中 是容許的 在活動上 或是正常的開銷 所以一萬塊錢 要辦一個小活動 老實講都不夠 不要說構成會選 不要說構成會選 我說真的 我可以這麼說 他如果真的有活動 他要辦的話 他一萬塊開得不夠 怎麼會構成會選 不至於 所以這種情況底下 蕭儼權 為什麼會落跑呢 我更難理解 蕭儼權落跑的情況底下 其實最大的困擾 我是覺得 不是檢方 是黨 是國民黨 國民黨 他居然為了這種事情 指責民進黨說 選擇性辦案 最近整個 檢方所起訴的部分 有多少人被起訴 你看民進黨被起訴有幾個 你去看看我們台南有幾個被起訴了 想一想 這種東西 站在國民黨 你如果對黑金這麼排斥的話 你現在應該出來講說 那個蕭儼權主委 蕭儼權中常委 我們應該勇於面對釐清事實真相 應該呼籲他趕快出來投案才對啊 對啊 趕快出來投案才對啊 你沒有呼籲出來投案 你又把它塑造成好像是政治破壞 一萬塊是為什麼政治破壞啊 我要找問一下 一萬塊是要怎麼這麼 那國民黨是不是習慣了 對 他的習慣是追給司法調查 判解方公平對待藍白律 這固定的台詞嘛 所以以現在來說 他第一個對外講 應該講說蕭儼權中常委 蕭儼權主委 你要出來公開面對 另外一個方式 他應該講什麼 說你如果再不出來面對 那我呢 下禮拜就把你停權 或者呢 我就把你主委拿掉 因為主委是他任命的啊 對 主委是他任命的啊 對 你有很多種作為可以來展現 你排黑 排黑金的一個魄力 還有沒有 沒有啊 他的所有排黑 排黑金的利器都花在哪裡 就往民進黨身上貼嘛 好 現在呢 你現在怎麼貼民進黨說他黑金啊 對啊 這樣子 回力標標到你身上來了 對 我覺得現在啊 我覺得朱立倫啊 應該對外講清楚 所有議長 副議長 到他的主委 中常委 都連續出現這些事情的時候 國民黨讓人家印象 他就說一套啊 做一套啊 對 其實啊 老實講 以國民黨體質啊 認真的去看待 叫他短期來排黑啊 根本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為越排越黑嘛 不可能的事情 他的體質就黑色的體質嘛 來來來 傑民哥 我們看到這把火會燒到誰 燒到朱立倫嗎 或是燒到現在要選的王洪威嗎 他說不管什麼人面對司法追溯 該面對就要面對 這一點沒有迴避空間 這個連他也沒辦法講了 這看得很清楚嘛 就是一萬塊嘛 那就是有一個有一個錄音帶說 曾帆川可能跟這個里長說 這一萬塊來做一些動作 但是我們剛才也提到 在台北市一萬塊算什麼 那是完全沒有 不要說台北 你在隨便我們住的祖北 你隨便 祖北你要辦一個什麼插米混 哪有可能一萬塊是要插也插沒有啦 所以這個事情當然很特別 那最特別的地方事情 你試看就是朱立倫 你在朱立倫對著這個事情的時候呢 他完全不知道該怎麼回應 他這個是反射性說 對藍白綠都一樣 可是這把火其實燒到的是兩個部分 第二部分事情是 現在很多的議長已經被用 像南投的啦 像新竹的都認定 他們這裡面的背景是有黑道的 那他這個排除的花蓮 花蓮很生氣 你幫我排除 我還是選上 那我跟你要切割 那現在苗栗縣的這個縣長有黑道的 你要不要拿回來 其實他現在面對黑道問題 尤其是王洪威自從說這個 吳怡農是黑道的兄弟完之後 這把火竟然沒有燒到這個民進黨 現在燒到國民黨 現在燒的是越來越熱 那你叫這時候 如果蕭鼎人站出來 那麼檢調大陣陣的去問蕭鼎人 這個錢你為什麼要給 然後士林你這邊有什麼案盤 到底還有多少里長給的 因為據了解 二十幾個里長都被約談 到底水真的只有一萬塊嗎 還是有更多錢 還是林希兒選情在士林地區 確實有風險 你必須要 二十幾個里長 有二十幾個里長被點名啊 那其中一個里長有這個 就是有這個錄音帶啊 好 所以也就是說 這到底有多少生 你到底付了多少錢 絕對不會是一萬塊 如果真的有 絕對不是這個錢 那也就是說 因為我們知道這次士林北投 其實非常競爭 這個因為民眾黨也有去嘛 很多人去嘛 所以林希兒也會擔心他選 會不會選不上 所以林希兒第一句話什麼東西 他說蕭景田不是我乾爹 但是大家都知道 蕭景田就是他乾爹 馬上撇青了 對 然後他講一句話 這個真凡川不是我的樁腳 他是黨工 為什麼要分那麼清楚 推給國民黨啊 當然要推給國民黨 推給朱立倫啊 因為蕭景田是國民黨中常委 所以他明顯的要把自己給切割 那當然這個事情如果蕭景田出來 他的話跟林希兒如果都不對呢 如果跟曾凡川的話都不對呢 那如果這裡面所檢調給他的數據 是更多呢 那你之後打到王鴻輝 你看就在台北喔 這不再彰化喔 對 這在台北的 而且你知道我們這次在台北市 民進黨沒有什麼會選的事情嘛 那有會選的是你們國民黨的喔 而且王鴻輝這次的副議長選誰 選的是葉林船耶 所以回頭今天是王鴻輝能講什麼 他只好說句話 該面對就面對 你要叫誰面對 你要叫朱立倫去面對嗎 還是叫這個蕭景田面對 還是叫林希兒面對嗎 我這樣講 以目前來講的話 朱立倫絕對不敢面對這個問題 因為太尷尬了 那你如果面對這個問題 那你到時候苗栗縣的現場要不要回歸 所以這問題對於朱立倫 他最好的方式就丟給民進黨 是 近平議員 這個你有聽到蕭景田什麼樣的消息嗎 蕭景田他前天 幾乎從這個中央到地方的黨部就聯絡不到他了 他應該是就像這個新聞所呈現出來的 這個檢調開始要這個傳喚他的時候 可能是已經出境了 那這個出境不知道是因為現在 可出境也可以聯絡上不是嗎 他手機也關機啦 手機也關機 說支持他拔得拔得 就是我們就內容來去做監督 對 可是你管不了吳氏環的嘴 管不了王侯輝的嘴 管不了趙少康的嘴 那你領導統一的你很弱